两天前,伊朗实施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次越境袭击行动 1月15日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的目标是 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的以色列摩萨德分支机构 以及叙利亚北部伊德利普的IS恐怖组织据点 还干掉了梅伊两国在伊拉克的白手套之一 比什罗迪扎伊,这还不算完 16日晚间,伊朗军方再次出手 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巴基斯坦秘禄支的恐怖组织正义军基地 目前造成的损失情况尚不明确 大家好,我是时间月,欢迎收看本期的实话是说 可以说,这两次酣畅淋漓的突袭,战果也相当丰硕 只不过痛快过后,麻烦就该找上门了 关键就在伊朗这次是不宣而战的越境袭击 虽然主要是打击恐怖分子和西方势力 但这种无视国家主权的行为 还是引起了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两国的谴责 伊拉克外交部声称,这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 以召回驻伊朗大使 并会见了伊朗驻伊拉克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完全不可接受 也召见了伊朗驻巴临时代办 言辞颇为激烈 表示产生的后果由伊朗承担 总之伊朗这两次袭击确实亮明了态度 也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中东地区的反西方斗争 但终究是侵犯了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主权 对双边关系的损害无法忽视 也因此引发了一个疑问 阿拉伯国家会发生内讧吗? 首先伊朗和巴基斯坦都不是阿拉伯国家 但宗教将他们与阿拉伯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例如伊朗和伊拉克、叙利亚都是实业派掌权的国家 巴基斯坦与沙特等国则是虚拟派掌权 国家利益基本一致 也就是经济水平参差不齐 最关键的是还拥有共同敌人 所以说的宽泛一点 伊朗和巴基斯坦在事实上也可以算是阿拉伯国家 会不会因此爆发内讧 这个可能性并不高 遭到别国越境打击 这种事确实值得大动肝火 在外交上也会强硬一些 但在政治上来说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度 必要的时候可能会作为烟雾弹使用 让外界特别是敌对方 无法快速厘清其中的内幕 而且至今只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两个当事国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发出了谴责 叙利亚并未出生 叙利亚保持沉默 还能用该国长期接受伊朗援助 两国也同属实业派来解释 真正重磅的是阿拉伯联盟的老大沙特 也没有就伊朗越境袭击表态 不到一年前沙特与伊朗和解 打开的不仅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新变化 也是传统阿拉伯国家与非正式成员之间的 全新对话渠道 是几十年来中东实现真正和平 阿拉伯国家实现真正独立自主的良好契机 沙特高层不会看不明白这一点 更不会因为伊拉克和巴基斯坦方面谴责伊朗 就彻底葬送阿拉伯国家的未来 况且真要说侵犯主权 对于这两个国家主权侵犯最严重的 难道不是美国吗 伊拉克就不必说了 2011年美国海报突击队秘密潜入巴基斯坦 击毙本拉登 实际上某种程度就是侵犯了巴基斯坦的主权的铁证 不过话说回来 伊朗这两次袭击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无论利益纠葛到底有多深厚 侵犯主权就是侵犯主权 根本没法洗白 可能给美国留下口实 成为在外交上对伊朗发起攻击的一条路径 所以这种冒险行动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目标也是经过精心挑选 伊朗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再次发动类似的行动 或者说这一次报复行动 也是一次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测试兼示威 表明伊朗有能力直接威胁以色列本土 至于对伊朗和伊拉克 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损害有多严重 这首先要取决于伊朗的态度 道歉认错赔偿损失 这次就可以翻篇了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 得看沙特的态度 沙特没有谴责也没有表态 说明对此事持保留态度 交给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两国自己处理就可以了 沙特不出面 可能说明阿蒙对伊朗的行为默许 这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是相当严重的打击 这个打击的严重程度 可能不亿亚于以色列发现伊朗的弹道导弹 可以跨过半个中东 还精准命中建筑物大小的目标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前 美国一直推动沙特与以色列的和解 结果被阿克萨洪水行动一顿猛冲之后 以色列人丧失理智 对着袈裟狂轰滥炸 在全球媒体面前杀伤手无寸铁的平民 也就断绝了与沙特和解的一切可能 如今沙特依然对伊朗的越境袭击不闻不问 伊拉克和巴以斯坦的潜德可能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毕竟在以色列已经暴露试图吞掉袈裟赶走 巴勒斯坦人的前提下 内部可控的纠纷 并不能影响阿拉伯国家共同对抗 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大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观看 也欢迎您长按点赞和转发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